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 FPN Future Pyramid Net 然后这边主要它就是能 结合不同尺度的特征去侦测物件 我们来接下来看 几个CNN 我们这个物件侦测 利用这个Future Map来做 物件侦测的几个经典范例的介绍 然后首先来看第一个是 Future Rise Image Pyramid的这种侦测方式 然后这个侦测方式 就是在CNN产生出来的每个Future Map 去做一个物件侦测的动作 然后这个方法有什么缺点 它就是主要就是说它速度非常慢 然后这个经典的算法有什么 主要就是有overfit 这个在 在我之前的影片中 就有跟各位做介绍过 那接下来另外这种架构呢 这是在近几年来的物件侦测 比较被常用的一种架构 然后比较经典的算法 比如像就euro 还有FastrCNN 然后第三种方法呢 是这个Pyramidure Feature还有Archie 然后它这个主要方式 它就是在每个Future Map上面 去做物件的侦测 然后它这个缺点是什么呢 它就是每个Future Map上面 它的语域特征上面是比较弱的 那这个算法有就是前面介绍过的那个SSD 那 接下来要介绍这一篇呢 Future Pyramid Network 它主要就是 将这个CNN的Future Map Future Map它有大的Scale 然后一直不断的当Sample 到很小的Scale的这个Future Map 然后接下来它这个Future Map 它就会将不同Scale的这个Future 做一个结合的动作 然后结合之后 它才去做 进一步去做那个物件的侦测 然后它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它这个方法就是可以比较快 而且它侦测的物体能更精确 好 那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Future Pyramid Network 你的Network它的运作方式是什么 然后这个图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CNN的一个网路架构 然后最下面这个就是图片嘛 然后不断的做那个当Sampling 然后一直得到那个 比较小Scale的那个Future Map 然后它这样做完之后呢 它就在这边做一个FPM的动作 然后刚刚这个 左边的这边的动作呢 是叫那个Button Up的运算 刚刚那个不断做那个Dun Sample的动作 Button Up的这个运算 然后接下来这边呢 右边这边它就不断的做那个Up Sampling的动作 然后它就 可以得到更大的Future Map 从原本比较小的那个Future Map Future Map呢 不断放大之后呢 得到那个比较大的Future Map 然后这个这边的方式呢 是Top Down的计算方式 FPM呢 它主要的重点就是说 它会 主要是这两个箭头 它两边箭头做的运算呢 它会将不同尺度的特征呢 做一个结合的动作 那它这边动作是做怎样的运算呢 那这边主要是做一个Lateral Connection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它就是将这边的Future Map 直接 做两倍的放大运算 然后再将原本这边CM的Future Map 做一个1乘1的Convolution 1乘1的Convolution 之后呢 那接下来呢 它就会得到两个Future Map 有Assample的Future Map 然后还有1乘1Convolution的Future Map 然后接下来做一个 ElementWise的箱架 它这边就可以得到不同尺度之间 做一个特征的结合 好 那介绍了基本的运作原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网路架构 然后它这篇路主要就是 将Fast RCN 把它结合FPN进来 Fast RCN前面有介绍过 它主要就是将 主要有两大部分 第一个是RPN 然后它主要是做region proposal 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第二部分是 得到各个proposal之后呢 它就是来做分类的动作 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来介绍 FPN 它是怎么导入到这个RPN 这个动作里面来 好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网路架构 我们来现在看这个 输入原图 比如说这只 就是猫咪 然后我们经过 一个convolution的运算之后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网路是 以resnet为例 然后这边就是 一个button up的运算 然后不断的做那个 convolution 然后还做down sampling 然后它就得到那个 不同大小 feature map的这个特征 好那接下来FPN 接下来这边要怎么 在这个resnet运算完之后 这边接下来要怎么做运算呢 他就是将这边的 C5的这个feature map 再做一个1x1的convolution 然后会得到一个新的feature map 然后这个新的feature map 我们在这边称呼为 它为M5 所以就是从C5 变成M5 然后它这边 两片的 大小是一样的 然后接下来 它要跟这个C4 做一个结合的动作 然后前面大概有介绍过了 那我这边 它的运作方式呢就是说 将M5这边 做一个2倍放大的动作 宽高个2倍把它做一个放大的动作 然后呢接下来再把C4 这边做一个1x1的convolution 那convolution之后呢 然后让两边的channel数呢是一样的 一次之后呢 那接下来做一个相加的动作 那相加之后呢就得到这个新的feature map M4 那接下来后面呢 就是做 做一样的运作方式 M4跟也是做那个 放大2倍的动作 然后C3呢做1x1的convolution 然后就得到M3 这样 那这边也是同样的运算方式 然后最后 这个做一个整个top down的运算 然后就得到这边的feature map 那有了这些 新的feature map 他 接下来他就是 要来做那个 rpm 然后他这边会再 进一步把这个相加之后的feature map 就这些M5 M4 M3 M2 这些做一个3x3的convolution 比如说M5 这边做一个3x3的convolution 得到我们 这边把它称呼为P5 好 那后面也是做一样的动作 都用一个3x3的convolution 这样去做 所以这会分别得到P4 P3 P2 好 那这边呢 他这边就会 再把这些呢 P5 P4 P3 P2 在各自导入到那个rpm的head 做一个region proposal 的network 这样 来让他去找那个proposal 那这边他是怎么来做运算呢 这边是怎么做运算呢 我们这边 以P2这个来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比如他这边的rpm head P2呢 他就 经过一个1x1的convolution 然后他这边就可以来做那个前景与背景的分类 这样 然后下面呢 他这边也用另外一个1x1的convolution 来做那个bunding bus的regression 然后就能得到 比较精确的那个位置 固件的位置 然后最后就能得到那个proposal 好 那我们在介绍之前在介绍那个Fest RCN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东西扮演一个很关键的角色 就是那个anchor 那我们在那个Fest RCN呢 这是 这个影像啊 经过 一连串那个CN的运算之后呢 convolution的运算之后呢 他就能得到比较小的feature map 然后他那边的运算方式呢 他就是由不同的那个anchor 去做那个物件的侦测 然后他这边呢 那时候用的方式呢 就是属于那个Multi Scale的anchor 然后但是在那个FPN这边呢 因为他有不同尺度的这个 已经有不同尺度的这个特征了嘛 所以在这边呢 这个Multi Scale的anchor 在FPN这边是他并没有这样用 他在这边呢 他是在不同大小的这个feature map上面呢 直接使用单一大小的这个anchor 比如说从这边这张图呢 可以清楚的看到呢 在比较小的这个feature map 或者是在比较大的feature map 他用的anchor都是固定大小的方式 去侦测这个有没有前景 那这个在使用单一大小的这个anchor呢 他去侦测在不同大小的feature map上面呢 去做那个物件的侦测呢 那他对应到原图的话 他的anchor的大小会是多少呢 我们从P2这边来看 在anchor的这个面积啊 在P2的这个feature map上面呢 他的对应到圆 他对应到那个像素的单位的话 他是32x32 然后在往上P3的这个feature map呢 因为他的这个feature map比较小嘛 他这个feature map比较小 所以呢可以看成说 实际上他的物体 他会变得比较大 所以他的anchor 他这边就相当于是64x64 然后在P4的时候呢 他这边会变成128x128 然后这边是256x256 然后在FPN里面呢 他为了 他还有在P5之后呢 他有多做一道预算 把那个P5的这个feature map呢 再进一步缩小 然后他就变成P6 然后他就 再进一步去做那个RPN的计算 然后他这个 所以他这边对应到的那个 这个anchor的大小呢 是512x512 那所以他这个目的主要是什么呢 他想要去真正 侦测更大的物体 好那做完这些之后呢 那他就能得到 整张影像里面所有的这个proposal 然后得到这些proposal呢 他后面就在接那个RI pooling 然后去接那个FEST RCN的架构呢 直接去做那个物件的侦测这样 然后这个主要这边的主要的架构呢 主要就是 呃 FITUO Pyramid Network 来做那个物件侦测的一个架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呃他的效果 然后在那个 呃 FEST RCN这一片呢 他主要就是 呃比如说他这边 呃使用那个 这个 RESNET的这个架构呢 他 这个 AP 0.5 这个 然后他是 呃 47.3 然后AP呢是26.3 这样 然后导入了FPN之后呢 呃 我们看这个AP 0.5 然后他整个 呃 的那个AP呢就提升了9.6% 然后AP呢就提升了7.6% 所以从这边可以看来呢 这个 呃FPN对物件侦测呢 是 呃相当的有帮助 那呃这边顺便顺带提一下呢 这个 呃刚提到的AP 这个0.5 还有AP 还有后面的APS APM APL 这个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好 然后这边 呃意思呢就是说 呃我们现在看这个 呃 AP0.5 AP0.5 意思就是说呢 他在 计算那个AP的时候呢 他的IOU是使用0.5来去做计算 然后这个主要是在那个 呃 Pascale这个VOC的dataset 呃 他们用来做Evaluation的这个Metric 然后 AP呢 AP他就 他就用 呃不同的IOU 比如说他这边意思就是说呢 呃 IOU从0.5 然后接下来 累加 这个0.05 所以 接下来就换成0.55 0.6 以此类推到0.95 不同的这个 IOU呢 算了好几个的AP之后 然后去 呃把它累加起来这样去平均 所以 这个就是那个AP这边的意思这样 然后APS呢 主要就是 呃 主要就是他 针对小物体的这个AP 是多少 那这个小的定义呢 在这边是 呃 三二乘三的这个大小 然后这个M呢 是中等大小 在介于三二乘三二到九六乘九六之间 然后这个AP LARGE呢 这个就是 侦测大物件 然后这个大物件就是在96乘96 这个 的面积以上 然后他这个就是 呃 呃 各种不同 AP的定义 所以这边就 再为各位做一个介绍这样 好 那 呃 那FPN呢 在 呃 后面会介绍的模型 比如说像 呃 YOLO V3啊 还有YOLO V4啊 其实这边都有导入他们的 呃 这个概念进来 结合这个 呃 不同尺度的特征 然后这个 以得到那个 呃 效果更好的 呃 也因为他的有效性了 所以他在 呃 很多那个 典型的 物件侦测算法呢 都有被导入进来 这样